西芬姐 國民黨應該要找人幫李梅珍 怎麼看起來讓他一個人 打那種議員層級的 其實你這樣一看 就是國民黨完全沒有把他 當一回事的在選 大家都在運作議長 市長大家根本就沒有碰 我為什麼這樣講 你知道嗎 國民黨在高雄的組織團體社團很多 婦女團體 社會團體非常的多 你有看過他任何一個場合 有把那個婦女 比如說婦女會 或者什麼召集起來 幫他造一場事 都沒有 沒有一場 都是他一個人站在馬路邊這樣子 所以換句話就是說 國民黨根本沒有在動 那我覺得說大家講他沒有準備好 他不是沒有準備好 他根本就沒有那個格局 就是說你市長 我覺得國民黨有勇氣提他 我覺得是自己在開自己的玩笑 怎麼會弄出這樣一個人 那比韓國瑜當初去選總統 玩笑還要開得更大 那為什麼說他都是講的 就是韓國瑜那一套話 因為他在韓國瑜選市長 然後他在選議員的時候 跟在身邊都聽到那樣的話 所以他就順便就這樣講 他只有那麼大的程度 所以那個不是他自己的 自己的思考 那你說整個高雄市 根本沒有人在幫他 完全丟爆他了 你知道我們在 我當然現在不是國民黨員 但是我在國民黨那麼久 國民黨最強的就是組織 那個社團真的非常壯觀 光是不要講婦女社團也好 像農漁會也好 任何時候他都可以召集一堆人 出來在一個學校 或者在一個場合 幫他造勢 有棋子有口號 一場都沒有看 你就看他一個人在那邊 就在路口 那講一通 什麼八月十五號以後 我就是坐在那邊 這是我最後一場質詢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話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你提了他 讓人家看到你 國民黨就是無能 那我常常在講 在總統選舉的時候 我就講過 你推韓國瑜去選總統 注定高雄市長就會出缺 而且二十年後 你把高雄再丟掉 你就永遠拿不回來 這就是我當初講的話 你現在看起來就這個樣子 因為他根本高雄 只有政治沙漠 永遠找不到市長候選人 也永遠沒有栽培人 所以你說高雄市有沒有動員 根本就沒有 你說韓粉 那如果說真的有韓粉 支持他的話 他的民調不會差那麼遠